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个人生活当中就是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嘛 那你遇到这些不如意的事情你怎么办 你看现在的年轻人也好或者是一些有钱的富商也好 他们内心当中其实就是他们物语其实就已经满足了 但是他们内心当中还是会充满着非常多的痛苦 那这些东西该你在人生当中的时候你该如何去解决 那我觉得这个东西不是说佛法就是说我只是说解决灵终的问题 佛教里面比如说他人死了以后的这些问题呢 就是刚才李先生说的一样说的比较多 但是呢他也并不是说只解决人死了以后的问题 他对现实的这个就比如说你刚才提到的比如说一些人的内在的这个很多的痛苦 他怎么解决 比如说我们很多人现在就越来越空虚 然后呢越来越浮躁 甚至是越来越这个焦虑 那么这些问题呢是就我们其他的东西呢可能很难解决 但是呢佛教在这些方面是确实是有很多非常好的方法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佛教确实是给人类解决很多这方面的这个问题 所以呢也不能光是说他解决死后的问题 但是呢死后的问题确实是李先生说的对 他讲的比较多 死后的问题讲的也多 但是呢现实的问题也他不是不关心 他也不是没有方法还是有方法的 因为佛教的很多的这些修法啊 他并不是说你死了以后才去修这些 你现在就修 现在修 比如说我们讲的慈悲啊 智慧啊 这个并不是说你死了以后你就会有慈悲啊 你有智慧啊 不是 现在去学习 通过学习我可以获得智慧 然后呢通过修心啊 我可以获得智慧 那么这些学习啊 修心啊 那这些都是现实当中要完成的事情 是 我在读一些佛教书籍的时候也会感觉到 就是他教给你为人处事 对 思考问题 看待世界 会让人整个脱胎换骨的感觉 还有就是如何面对自己 如何面对自己的亲朋好友 然后如何去更好的去 面对自己的事业啊 生活方方面面的 我觉得就特别的有好处 反正对于我而言 我觉得特别的有好处 欢迎订阅